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是连昭慈 欢迎收看今天除夕夜的华视晚间新闻 今天新闻一开始是我们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 今天是除夕大家都会围炉吃团圆饭 不过有些人还是必须要守在工作岗位上 不能跟家人来团聚 像是高雄港务消防队轮值队员就必须要留守 大家干脆在队上板斗一起围炉过除夕 像状况马上连线请记者邱君平来告诉我们 君平请说 是的 主播看到这个现场就是在高雄港务消防队的队上 看到大家是忙着在料理 就因为他们今天这些队员全部都要留守 不能回家跟家人团圆 所以大队长就指示了因为举办的队员很辛苦 所以请分队长协助在队上板的煮火锅 让队员们一起围炉过节 到底他们准备了些什么马上来看看 看到今天他们准备了这个胡椒猪肚鸡火锅 好的 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状况 主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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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